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位 我最近还在写一部小说 我想跟你们探讨另外一个话题啊 主任 您说 你们说这女人生气了是不是都不爱接电话呀 嗯 对 都不接电话 这是他们的本事 不是 我们家小青就这样 经常不接电话不回短信 玩个失踪什么的 那 那你怎么办呢 哄呗 不停地给她发短信 甜言蜜语 这女人啊 生气的时候是不接电话 可她还希望你打 你不停地打 她不停地挂 这个就是她消气的过程 你怎么那么贱呢 这是贱吗 这是一种爱 伟大而有直属的爱 懂啊你 这个女人生气是不是都爱回娘家呀 有的愿意回 有的不愿意回 这跟娘家远近有关系吗 有那么点关系 女人之所以一生气就回娘家 是因为她一直把娘家当做自己的家 而没把老公的家当做自己的家 嗯 嗯 周青这个观点我认同 有些女人啊 身体虽然是假了 心却没假 留娘家了 对于这种女人来说 最重要的 还是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 绝不是她老公 她娘家人才是亲人啊 她老公那儿啊 嗯 还是外人 那别 你们说的有 有 有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我听她真有点启发 好 走 倒霉 惹人一块橡皮糖 哎 我说这男人怎么这么恶心啊 我长这么大 就没见过这么讨厌的男人 你刚才不来替她说话的吗 我哪知道她这样啊 我说这人呀 你揣得对 我看他不英文不散了 别怕 馋你一次你报一次警呗 你看他能馋多少回 警察肯定抓他一次 不信他 正义还战胜不了邪恶 走 现在以后院长又要找我谈话 找你谈你就谈 说不清楚我帮你说去 喂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陌生的号码就接 我的手机就不接 有事吗 我这忙着呢 没事我挂了 你先别挂 别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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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啊 昨天呢我说的是气话 我是清白的 那还有事吗 我还要问你个问题啊 你把心 你占下我了吗 什么 你把心 债给我了吗 说什么呢你 我们结婚十五年了 你人嫁给我了 你的心嫁给我了吗 有病吧你 叫号 哎 哎 喂 你干嘛呢 好雨天没给我打电话 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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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扰一下 小姑娘 对对对对不起 这里面卡是我的 什么 我是说这里面的卡是我的 不是 我打电话 你说这电话卡是你的 我刚刚打完电话 我的卡忘取走了 那就奇怪了 刚才是我自己把卡插上的 小姑娘你怎么这么说话 不好不好真的非常不好 非常不好的 这张卡呢没多少钱 但你这是品质问题的 品质 小薰你等一会儿啊 一会儿我给你打过去 你说我品质有问题 我还说你品质有问题呢 你莫名是否要跑过来 说电话卡是你的 你怎么不说我都有的钱 是你的呀 小姑娘你怎么这么讲话呀 失望失望 你太让人失望了呀 我的确到这打电话来了 打完以后呢我转世就走了 走去不想起来卡忘哪了 我就过来取卡了 事情就这么简单 这个卡我可以不要了 送给你都可以 但这个事情一定要说清楚 你这已经涉及到这个 你不是品质问题了 要上升上升是道德问题 一定要上升 你这道德问题 你这道理姑娘 你这是挺有意思啊 你说这电话卡是你的 你有什么证据啊 你这话说得太没有智商了 一张电话卡怎么可能 写我名字在上面 没有没证据 就是啊 拜托有证据再说话行吗 谢谢啊 不是 小姑娘 行了行了行了 我这还有事呢 我哪有工夫在这跟你废话呀 喂 别提了 刚才遇到有神经病 你说这穿得也挺体面的呀 岁数也挺大了 怎么就来赖一张电话卡呢 神经病真多啊 神经病也在上升啊 谢谢啊 不送 叔叔 你不让大家去输 怎么了 事风日下 事风日下了 小小年一点道德都不讲了 这么小没人品 将来怎么成为国家动粮制裁呀 我们知识分子是有责任的 我们出版人更有责任 我怎么一个字也听不懂啊 我刚才去刺卡电话厅打了个电话 打完以后走了个神 走了几步 想不起这个刺卡拔没拔 我这个刺卡平台 就放在我这个右兜里 绝对吧 类伊 绝对吧 ting与辦公室的女生 你怎么办 我 人生没有彩排 每天都是现场直播 人生没有彩排 王敏来不来 这儿都等半两钟头了 刚给你打完电话吗 在路上一会儿就到 这真是 传传小地方 各位老师 真不好意思 这路上简直太塞车了 就等你一人了 赶紧穿服装 完了咱们就开始 好好好 我马上啊 不好意思啊 老陈 这胡子 整的坏老医长 快吃中午饭了 向王彬请客 老公 对啊 你说咱老哥几个在这儿 厚了四十多分钟了 他们才来 怎么着 中午老陈都来事了怎么样 对对对 这是中午啊 对 我跟你说 老陈兜里头有钱 王力 大夫 大夫 怎么了 这小肚子这儿老是疼得不行 哪个位置 就这儿 一按就疼 上床吧 我给你检查一下 上 上床啊 怎么了上床啊 不是大夫 我能不能先别上那个床啊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你还看什么病啊 不是大夫 我的意思是说 我能不能先做一个避超什么的 先别上那个床 怎么看病我比你清楚 你看不看 不看我就叫下一个了 看看看 大夫 大夫 我跟您直说了吧 那个 我就是特害怕 我没做过这种手术 我和我老公都想过二人世界 我还 还不想生孩子呢 他挺爱我的 还打算带我旅行 我们已经把机票都订好了 我要现在怀了孩子 一切不就泡汤了吗 还行 大夫 我说不说 叫什么 王力 坐给你上去吧 谢谢大夫啊 谢谢 你说这什么人呢 你干嘛那么认真啊 现在什么患者没有 为了他们玩 连孩子都不要 那也是他活该受罪 谁让他不注意避孕的 我跟你说啊 现在男人都那样 只知道自己图痛快 到最后吃亏受罪的 还不是女人吗 女人要有原则 就没坏男人了 下一个 好 老范 你这也太快了 你还当我年轻的时候啊 对不起啊 成 那咱就再来一遍 是 我笑一地了红枯 我写着山河满地 魁藏开眼我心灰色 国王高君子听我言 那一回去我南京 老范呀 让你慢点 你这也太慢了 我这身段都出去了 你这你这侠还没跟上呢 你想噎死我呀 你到底是快呀还是慢呢你 老范 稍微再快一点 老师您的点是对的 就是老范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 你真是笨死了 来 再来一遍 来呀 老范 你什么意思啊 提点意见怎么了 你对艺术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老范回来 老范回来 老范别走 别 别走啊 他对艺术也太不负责任了 这人呐 为什么呀他是 你说老范这个人素质怎么那么低呀 你说他错了吧 还不让人指正 我又不是成心的找他麻烦 他这个人呐 范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你说我上辈子做错什么事了 这辈子让我认识他了 你说认识就认识了吧 还把咱们女儿嫁到他们家去了 真是孽缘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边抽进来 爸 你吓死我呀 你又 怎么拿着菜刀啊 家贼难逢啊 爸 你看 你说这么难听干嘛 我是想问你借钱 你这是我没在家吗 不是 爸 你越来越不仗义了 你搁钱 你这地儿很老换啊 我怕你抽张了 我怎么叫抽张呢那又 这大意的你说 行行行 就算我抽张行了吧 爸 别说我哪次 我抽了我没还你啊 是不是 而且我还都是 我还都是连门带立地还的 是不是 赶紧借房吧 不 你还说上英文了呢吗 你别那么小 你快快快 借我二盏 还三百 我跟你说了没有啊 这今儿怎么了 这是放贷都不干了 生气了 这是谁啊 又跟我那毛阿姨 谁是你毛阿姨啊 行行行 老王太太行了吧 不是我说爸 你也真够逗的 你老跟那矫情老太太 叫什么劲呢 我是那素质低的人吗 我爸是谁 那素质绝对高 从来不矫情 爽快 赶紧计划吧 你没看这个老姚婆子 今天有多烦人哪 我们八代钟就到了 他实在说谁来 哎呦你没看哪 那脸那擦的 那脸擦的就全是跟那个 富强损似的你知道吗 中间还画了两个小红球 戴个大墨镜 整得跟明星似的 你说你大半天 那戴个什么墨镜 这要是晚上 就我这么大的胆 都就能吓死几个 你说你来了就来了 你就好好尝个戏呗 一会儿说我拉慢了 一会儿说我拉快了 找什么茬啊找茬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多进方啊 人家周金轮穿双切棍的时候 也没耍呀人家 爸我说你也真够逗的 不是你要看不过 那天换个班行不行 你就别去那京剧班了 你换一个什么那 书法班什么绘画班 别行吧 那京剧班又不是 给他一个人开的 他想你让我走啊 我就不走 气负他 要我说呀 您还是愿意跟他在一块儿 行 下回我见识老王太太 我替你狠狠地批评一道 我教育一道 你行了 你赶紧接会儿吧 我那朋友都在外面等着我啊 我那朋友都在外面等着我啊 可差一百呢 我这就只能够都要欠 我这只能够的 这只能够的抱歉 二伯 高 实在是高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我一定会还你三百 两本带立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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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范 我是老陈啊 你还在生气呢 别生气了 他呀 就是小孩子脾气 这么多年了 你还不了解他 给我个面子啊 你大人大量 我明天请你喝酒 好 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 嗯 好 再见 哎呀 你说这个老臣也不容易啊 这哪是娶了个老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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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姐 你在哪儿呢 我门诊是吧 好 我现在过去找你啊 这才是真正的爱情嘛 婚姻不在意找了什么样的人 在意做了什么样的坚持 说得好 主任 社长 你好 社长好 出去啊 老范 买书去了 一个人啊 总是仰望和羡慕别人的幸福 一回头发现自己 也被别人羡慕和仰望 每个人都是幸福的 只是你的幸福常常在别人眼里 社长 什么社长 社长刚才跟您打招呼 社长刚才给我打招呼啊 我都过来拉你 你都 我怎么没听见啊 不不不是 刚才那个车是社长的 对啊 我怎么一点都没感觉到呢 走吧 这这这一片出来 什么事这么急 你猜我刚才在街上看见谁了 谁 我姐夫 你不跟我们说她出差了吗 姐 你是不是跟我们说谎了 跟姐夫吵架了 我回妈那儿住 是因为怕她问东问西的 跟着瞎操心 所以我就说她出差了 那因为什么呀 哪有我那么严重啊 还回娘家住啊 不想说 她欺负你了 没有 你跟我说吧 急死我了 你跟我说说没说我能给你出主意 说不出口 姐夫她不会是 是 昨天我看见她跟一个打扮的花质招展的女人 在咖啡厅里聊天 完了 至于吗 是不至于啊 也许是工作呢对吧 可是问题在于我问她她撒谎了 她怎么说的呀 她说她跟姨老太太在一块 你姐夫那人你还不知道吗 从来都不撒谎 可是她撒谎我就觉得有问题 那也许是她怕你胡思乱想吧 有时候男人撒谎可能是懒得解释 应该不至于的 那我就等着她说实话 行了没事你先回去吧 我那边还有点忙 行吧 你别跟妈说啊 要不然这事闹大了 你放心吧我知道 你别跟欣彤说谁也没说 行你别瞎想啊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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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没事儿 我觉得社长她肯定不会在意的 她也就是打个招呼 你说什么 社长 那个事啊 那个事我早忘了 我现在正在想那个 那对老夫妻 真让人挺感慨的 其实挺感慨 西洋五线好 西洋真的五线好 主任好 好好好 潘主任 您找社长啊 对是 我刚刚看见他出去了 我知道他出去了 我看他回来没回来的 都这个时间了 应该不会回来了吧 好 好 是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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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附近 回来 好啊 不配唱 会唱的话 就配合你唱两句 好 怎么样累不累啊 不累 兴奋得很啊 一个教授的生命啊 就是要站在讲台上 坐坐坐 我给你冲茶了 谢谢 润润仨子 小丽姐你来了 小丽姐你来了 小丽你来了 你成果吗 妈 您这么急叫我回来 什么事啊 小丽啊 妈呢就让你回来吃饭 你看那心童啊 整天在外边忙活 你人在家里闲着 你闷得慌 吃饭 啊 爸 哦 回来了啊 哎 别看报纸喝茶 嗯 喝点茶 走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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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出差了吗 你刚才放短线 说来见我 我还以为你跟我闹玩呢 你妈说我出差了 嗯 你没出差啊 啊 我去去打算出差的 好像有点事没走成 行 那你跟我去老婆家 不不 今天跟我去爷爷家 真的啊 好啊 我知道你想去哈 嗯 喂 哎天宇啊 还没放学呀 哦放了 跟我爸一起上爷爷家吃饭去 你爸爸不是出差了吗 我爸呀 他就说他不去了 我爸说了 挂着挂着挂着 哎 这范编辑搞的什么鬼呀 怎么说出差又不去了 我忘问天宇了 他跟他爸爸吃饭 那小儿去不去呀 不行 我再给天宇打个电话 妈妈您先别打个 您不用打了 我刚才啊正好路过医院 我姐说他晚上回这儿吃饭 那 这小儿 是不是不知道犯编辑 不出差了 他应该知道吧 那就奇怪了 那他带天宇出去吃饭 那怎么不带小儿啊 妈 这挺正常的 可能是我姐夫他只想带天宇去 要不然就是我姐 根本不愿意跟他们去 小丽啊 你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的 你跟妈说 是不是有什么事了 没有 能有什么事吗 不行 我得问问小儿 到底是怎么回事 喂 喂 妈 你现在在哪儿呢 刚下班正准备回家呢 你准备去哪儿啊 当然是回您那儿了 我听说范编辑 要带天宇出去吃饭呢 天宇跟他爸走了 怎么回事啊 你待会回去再说吧好不好 我要开车了 嗯 嗯 小丽啊 你跟妈说 是不是 你姐有什么事啊 妈 这我可不知道 你不知道才怪了 妈可严肃地问你啊 你可以不说 但一旦我摸清情况 你可别后悔啊 妈 您说您这 不是让我难做吗 怎么难做了 你是跟妈亲 还是跟他们万变其亲啊 你站在哪头啊 我当然站您这头了 那你就跟妈说嘛 实话实说 但是 妈您看啊 我姐她也是咱们这边的 她不让我说 你大胆地说 妈给你做主 行 那我说 我姐啊 是跟我姐夫吵架了 但她是怕您担心 所以才说 我姐夫出差了 她为什么吵架呀 这我可真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待会我姐不回这儿来吗 您问她呀 这帅 妈 我都给忘了 你看这时间啊 小雨啊 可能学钢琴快下课了 我得赶紧接她接 你快去吧 哎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呢 妈真会呀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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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爷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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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又又又又又 大猪子来了 又又又又又大猪子来了 又又又又又又大猪子来了 快快快坐下 快坐下快坐下 快坐下 快坐下 快坐下快坐下快坐下 快坐下快坐下 快把书包摘了吗 爸 我做饭去了啊 不是那什么呀 谈性啊 这大冬天的 你买这碗吃多贵啊 这不钱烧的吗你 给你们爷爷俩吃的 我孙子爷爷吃就行 去坐吧 去坐吧 来来 可把帽子牵着呢 我小叔不在家呀 你小叔 没钱了他都在家呢 爷爷 让我去套屋 玩你脑了啊 别爷爷聊了点呗 你小王 好好好 去去去去 玩你脑去了 赶紧把那书包摘下来 好 来 好 来 姐 姐 姐夫去接天宇吃饭去了 天宇就给妈打了一电话 妈知道姐夫没出差了 没事 没事 妈刚刚才在楼上逼问我呢 说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 那你怎么回答的 我不想说也不行啊 不过我没说因为什么 你先回去吧 我进去看看情况再说 五星红旗 我为你自豪 五星红旗 爸 爸 爸 那盘爷咱们吃清蒸了吧 腊肠吧 爸 我我我爸腊肠你上火 不 你清蒸的 他也没味道啊 行 听你的 来来来螃蟹吃辣炒的 几公里外 我怎么认识螃蟹味 哥 你在这呢 你老是找不着你人影去 成天在外面混什么呀这 你找不着就对了 说明我在外面混得不错 是吧 爸 您可有点不够意思啊 我哥买螃蟹 不给我打一电话 你这么大个犯的老板 你说在外面成天是山珍海味 你还攒过这两个小螃蟹 那是咱这是吃清蒸还是蜡炒啊 蜡炒 最近有点上火咱吃清蒸了 蜡炒 我孙子愿意吃蜡炒的 这小子在这呢 是不是跟范编机吵架了 没有啊 半两句嘴 为啥呀 他欺负你了吗 他敢吗 我想也是 他要是欺负你啊 我灭了他们全家 你侠女啊你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你告诉妈 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你欺负人家也不行啊 这过日子 谁都不能欺负谁 我是欺负人的人了 别问了 烧锅水把这盘煮了吧 妈不知道也就爸爸 你说妈知道了 你不跟妈说清楚 你想让我头疼睡不着觉啊你啊 您说 范编辑会在外面找女人吗 你说什么 这这这这 那个武士武士 快夹子弹夹子弹 快点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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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马上 打打那个打那个 打打打打打 这这这 这这 继续继续继续 范编辑在外边有女人了 妈 您别激动 我也是瞎猜的 没有证据 没什么风吹草动 你能乱猜吗 这要是抓住证据 那还了得呀 你现在明白了吧 我当初 为什么不愿意嫁给他们家 他们家呀 家风就是不正 当年范依丽就有作风问题 他儿子能好吗 你看我不想说吧 您非让我说 我确实没什么证据知道 他在外面有女人 我只是看见他跟一美女 在咖啡厅里约会 好小子 他以为他是刘德华呀他呀 喂 艾里大夫 怎么了 急吗 那行行行 你先给患者打上安保 每分钟五滴 我这就来啊 妈 我得走了 有急诊 那你得吃饭呢 你别管我 你们先吃吧 这一天到晚房的 范晨啊 电话 啊 电话 我正吵在同志手 您帮我接一下 昨日的誓言 就算你流年开放在水中 遥远的水远 别忘了寂寞的山 哎 犯编辑吗 我不是犯编辑 我是犯编辑他爹 有什么事说吧 哎 我找的就是你 怎么 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我说老饭头 我今天才明白 什么叫做上梁不正下梁歪 当年你就在外面搞婚外恋 现在你儿子也搞 这事你们家是不是遗传哪 你搞什么跟我没关系 你儿子搞可不行 我女儿可不吃你们家这一套 范晨 出来 哥 这这这什么呢这这 什么事爸 你拉扫门 最近你在外面干什么事了 我没干什么呀 没干什么 没干什么 你小姑娘打电话 属于在外面搞婚外恋 你到底搞没搞 爸 你别听他们瞎说 根本没有的事 那你小姑娘污蔑你吗 不 那个爸 爸爸你别着急 我这两天呢 跟小姑娘办了几句嘴 她回娘家住了 为什么 哥你真是真搞婚外恋了 瞎说你哥是那样人吗 闲交代你的问题 我饿死我了 朋友好呗 好 咱们吃饭吃饭 爸吃饭了 你陪爷爷吃螃蟹去 爷爷 咱们吃饭 走 吃螃蟹了走 一二一 不要 快快快赶紧陪爷爷吃饭走 爷爷走 爷爷 爷爷拿好一点 饿死我了 你在外面真给我找二组了 什么二组难听死了 说什么呢 我几天不见瓜目相差 别闹了 老婆 你怎么不叫我一下 睡到这个时候 我哪有心思叫你呀 怎么了 那宝贝女婿搞婚外恋了 谁呀 还能有谁呀 你有几个女婿呀 范编辑 不能 不能 怎么不可能啊 那范依丽 当年就搞婚外恋 搞得全场啊 飞飞扬扬的 要不然她老婆 怎么能得那病啊 那么早就去世了 全她给气的 当初我就说 他们家风不正 不愿让小文嫁给她 你就说范编辑这孩子挺好的 好怎么样 现在按我说的来了吧 那范编辑承认了 她能承认吗 那小文都看见了 看见什么了 看见她跟那女的 在咖啡厅 这都算搞婚外恋 那你还让不着人活了 没了 没了 今天这螃蟹可真香啊 就是有点辣点 我给你给我吃了 吃饱了 田爷爷 晚上跟爸爸回家吗 不回 我要跟姓叔叔 那你吃完饭做得业啊 别光顾着花 你让叔叔做得业啊 别老婆了 放心吧 心里有数 爸弄弄弄弄回去了 行那你先回去吧 把那个事搞清楚啊 过来天给我一个说 那我走了 爸爸再见 爸爸再见 爷爷 我爸犯错误了 小叔 小叔 怎么回事啊 你小孩瞎打的什么你 你就放心吧 你爸爸犯错误了 你爷爷不会像揍你小猪 我那样去揍我的 所以说 暴力教育是不可取的 某些人从小爱揍 也没见有什么出息啊 哎 你打我呀 我大孙子说的对 你打他干什么 嘿 行 干嘛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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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